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女人 如母 其实就是古代的奶妈 又被称为奶婆 如老等 那么 如母这种职业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妃子不能和孩子待在一起 这一切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古代没有奶粉 生存状况也不是很好 有些母亲母乳就常常不足 虽然据马可波罗记载 蒙古大将会员曾发明了奶粉 但那是作为军需物资 给军人补充能量用 平常百姓要么选择 没有什么营养的米糖 要么让孩子任几个如母做干娘 有的爱情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不利用牛奶 养奶等各种动物奶 古代的灭菌技术不是那么好 稍不小心 对于有钱人家来说 当然选择让人放心又营养的母乳 而且母乳还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 古代孩子的死亡率那么高 母乳所提供的免疫就更为重要了 于是 为了解决有些人家母亲奶水不足的状况 如母这个职业就诞生了 如母这个职业的诞生 大大的解放母亲 让妈妈们又可以变得美美的 对于妻妾众多的宽患人家来说 祖母更加重要 毕竟当你忙着减肥体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难保其他小妾见缝插针 那么 你在家中地位就有可能不保 再说 有些富裕人家的女子 根本吃不了富裕孩子的苦 因此 常常聘请穷人来照顾孩子 无用世下人所做的事情的观念就传开来 达官贵人为了表明身份 也乐于秦祖母而在斗争激烈的皇宫中 秦祖母除了后妃们奶水不够 彰显身份等原因外 最重要的是 疏远皇子和生母 防止后宫盖政外妻带来的威胁 所以 生母不仅不能亲自不入皇子 一年还只能见皇子五次左右 如果妃子们生的是公主 那母女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为了避免祖母天爱自己的孩子 祖母生完孩子也是不可以见不能不如的 不过 这皇宫里的儒母 也不是平常人就能当 首先 要身体健康 清朝还要要求祖母 必须在十五到二十岁之前 入宫的时候 必须生完孩子刚满三个月 以保证充足的奶水 其次还要尝得好看 会读书十字有文化 善解人意 由于祖母通常是来自民间 皇子们还可以借此了解民间疾苦 进宫前还要进行一定的礼仪政治教育培训 才有资格去喂奶 并且 为了奶水的充足还要餐餐吃无盐的猪体 天天吃这个 吃腻了也不能换 虽然如母看起来也有辛苦的地方 但总体上 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万一侍奉的皇子成为皇帝 那前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是 由于祖母和皇子的关系普遍都很好 历史上也有不少关于儒母的大世界 比如前面汉武帝的儒母虽然帮助了汉武帝 但他却独害明臣 废掉太子 明熙宗朱游孝的儒母客室也不是省游的灯 他跟太监为忠贤一块把持朝政 祸害朝廷 等到虫真整顿朝纲 这两只害虫才被除掉 不仅如母可能尚未搞事情 后宫的妃嫔还要忍受跟孩子离别的痛苦 如果得不到皇帝宠爱 日子就更加寂寞难熬 这一切都归结于古代没有奶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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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夜参考辑